大家好,我是LV小比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2017年3月份曾经去干过一份工作 半个月时间跟一个老板去捡草 在美国来说很多人住的那些住宅 一般都有后花园 但是美国规定不能够长麻那些杂草的 最起码就是每年要清理一次 不然的话有三火 因为洛杉矶来说就是雨水比较少干燥 所以这个规定去后花园捡 那那个一个就是房东吧 就是请我去给他去干活 那一个小时呢 大概是15块钱 那每天的工作8小时 一天下来的话呢 大概是120块钱美金 那当时呢 我其实呢就是没有去干过这份工作的 捡草嘛 就很容易吧 结果呢 那我就试着去去干这份工作 那三月份的时候呢 其实加州也很猛烈的 真的很晒很晒的 然后呢 我自己呢就按照那个地址 自己开车去到他家里 那他的家里呢 那个后花也很大很大的 那估计呢 这个要捡草的话呢 估计也要捡个四天 四天八天的样子吧 那平时呢 这些工作呢 就是墨西哥人才干的 但是呢墨西哥人呢 他呢就是 因为他给的价钱 可能墨西哥人也不愿意去做 那这个房东来说呢 他还是请回华人嘛 因为华人能吃苦嘛 就是那我经验介绍 有这份工作的话 那我也想体验一下 究竟这个捡草的工作呢 就是究竟怎么回事 然后我去 哇那个太阳晒得特别特别的厉害 哇 就是早上还好一点 早上大概要九点钟 去到他家里开始 一直干到下午五点 五点钟左右 反正就是八个小时 那中午吃饭的时间呢 就是不算钱的话 在美国来说是按小时计算的 所以呢 我一般干到十二点钟 然后呢 自己呢 记住这个时间 就开始呢 就是自己带了一些饭菜去那里吃 大概是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吃饭是没有钱的 就是不算那个工钱的 就是一个小时十五块钱的 然后干完之后呢 吃完饭之后呢 然后就继续的去 帮他这个减草 这份工作真是塞的 真是很 就是非常辛苦 就是 不用说是干一个小时的 你哪怕你是 干上半个小时 已经确实确实是干不动了 但是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了 这个老板也不会看着你干活嘛 这个那你做的样子啊 怎么怎么 你都要把这个 这个草给 把它给剪好啊 剪好 所以 但也不算是一种偷懒吧 反正你就不停的去 帮他去 用砍刀啊 用什么剪刀啊 把那些那些草啊 一根根的去把那个 嗯 而且呢 就是 因为 这个草啊 里面也有很多虫的嘛 很多虫 大家也知道那些草也有虫的 就是 沾上你的皮肤呢 很痒的 很痒的 也咬啊 这个 这个咬 咬腿的 哎呀 这个 确实我是在 从那是没有干过这个活 这个 在国内也没干过 我也没做过农民哈 当然可能 就是 你要在国内当个农民的话 这个 这个 捡草啊 这些都不是难事情啊 但对我来说呢 第一次捡草呢 确实是这个 才体会到 我们大陆那些农民啊 伯伯 确实 啊 种 种田啊 种地啊 确实是一种 很 很累的一种活 真的是 所以 我们吃的粮食啊 都是要谢谢那些农民伯伯啊 就所以的 这个呢 就是我亲身体验到的这种 这种真实的 真实的 就是当时我去干这个活 我是没有干过的啊 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生活啊 那当时我去上班的时候呢 我专程的用手机呢把它拍下来 当时的情景 我是拍下来就是留自己一个纪念 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啊 反正呢 那 那早上啊 做到 做到一个小时之后 自己真的是 很很很难做 但是既然 答应了 呃 别人 那你就要干了 反正也看在钱上 钱份上嘛 120块钱一天嘛 那就不停地跟他 跟他去 去砍那些草 那草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看 因为洛杉矶还说呢 我听人家说呢 这个草啊 也有些蛇的哈 这个蛇也不知道里面 就说 他很高啊 一会我把那个录像 就是放给大家看 就是 他草很高 比我人还高 但里面 我看不见里面 究竟有什么蛇从属椅啊 都不知道的哈 究竟有蛇 要是万一 你要是 不小心的话 要是里面藏了一 什么毒蛇之类啊 这个 就是啊 真的是 太可怕了哈 但是 这些华人老板呢 从来他不会啊 他不会管这个东西 反正啊 就是 呃 你 我反正我勤了 你就跟我干 所以没有什么防护出事啊 呃 有没有解毒药 我也不知道哈 万一给给给什么蛇咬了 真的 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在干活的时候呢 我也是心惊赶跳的啊 因为 你生怕不知道 里面 那个草地里面 有什么东西的嘛 所以呢 但是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就一般呢 就是 嗯 用一些长棍子啊 就是啊 就是 先探一探里面的草啊 里面有没有什么蛇 之类的东西啊 就下腹下腹 希望他走开一点 走开 然后我自己也祷告 我说 哎呀 上帝啊 就是 呃 请赐福给我啊 希望我平安无事啊 平安无事 嗯 然后我就 就这样了 就是不停的去 啊 然后 嗯 哇 当你进入这些 这些草丛里面的时候呢 那个什么 这个 那些飞虫啊 哎呀 这种飞向你的脸啊 就 真的 那时候就觉得 很想说 哎呀 这是明天就不要干了 明天就干了 今天就算了啊 但是呢 但是我还是 坚持 坚持 就说 哎 我心里 我心里想 我既然 要体验这种 没干过的 活 我一定要干 啊 我干完了 这十来天的活之后呢 可能以后我 再遇上这种工作 我是不会干的 我只要是为了体验一下 呃 这种生活是 这种工作是怎么回事的啊 但是这个信念支配着我 坚持了十来天 干这个工作啊 就是不停的去 就是 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 很努力的去把它那个割草这些东西啊 但是呢 就是你希望一个人啊 你能够 能 能 能够起多少作用啊 所以 有时候干完之后呢 他老板 他回来之后 他看到说 哎呀 你的进度怎么这么慢呢 他当然想了就是说 最好呢 就是 呃 一个礼拜 或者三天时间 就把他家里的东西搞好 那他他付给我人工钱呢 一百二十块钱吧 八个小时嘛 四五块钱一个小时的 那一百二呢 要是我三天把他的活给干完了 他就是给三百六十块钱给我 那当然他是这样的 但是他那他那边草地那么多 那么大 就我一个人啊 一个人你怎么不行 所以我 我也是很尽力啊 尽力的去啊 因为我也想觉得 然后来干了第二天 我想赶快尽快的 把这个工作全部搞好 啊 我就不会不要再干这东西 因为毕竟我也是有点 就是 害怕这些 这些草里面的一些蛇 蛇类啊 还是什么虫啊 有毒的虫 万一有什么事情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也其实 那我也就是 拼个命的去跟他干 但是这些活都还是 每天干的活都是有限的啊 安利赵干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 那个老板还是跟我说 你啊 真的干的活太个 太不怎么样了 怎么这么久啊 人家真的是 啊 几天时间就行了 啊 你就干这么长 那 我 我也没有跟他 在这方面 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 就是 反正 你要是叫我不干 你可以 就是我心里这样想的 你要是觉得我干的不好 你可以把我吃掉啊 你可以另外请墨西哥人去做啊 这样我 你请了我了 弄 是吧 我也没有说跟你三天就把这个东西给搞好啊 我就每天我尽我的能力去帮你去割草就死了啊 所以我是这样的哈 所以我就不停的干 干了大概有十来天 四十五天吧 这左右啊 这个 就每天就就这么干 呢 这个草啊 它是我干完之后 就是我把这个草给砍倒之后 那我还要一个人要把这些草搬到 那个 搬到一个地方 就是 就我都是 我把那个草给 给 给砍了之后 那我还要抱着这草 放到 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它是一座山来的嘛 它跟后方也有座山嘛 所以很高的地方 要搬到下面去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看一个人 你看 就是那个工作强度 非常非常的 累 而且 它不是平的 平的还好棒 好吧 好棒一点吧 是吧 这个 这个好像山丘一样的 从高处砍了这东西 还要一条条的把它 搬到 那个路 路面上 然后还要跟它把这个草 用 用 那个绳子绑好 就放点垃圾桶那里 好 让 到时候呢 就是垃圾车 就是 去运走的 所以这个呢 就 所以呢 这个工作 当然他 就是说 反正一个小时 四五块钱 就是 他说是想我三四天去干 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而且呢 他的工具 也没有那么先进 就是 很原始的去 去跟他 去用这个 墨西哥人呢 他们 在 这个洛杉矶来说呢 一般的这些工作 都是墨西哥人做 他们有机械 他们是专业的 专业的 所以他们可能 比较快 但是呢 他们的价钱比较贵 那中国老板嘛 他去 他就是为了 为了省钱嘛 为了省钱啊 就找一个中国人去干 那既然 我就跟他这样干法 一直这样干 干 难怪 这个 我 做了这十来天 这个 检草的工作之后呢 我就发现了 难怪我们华人呢 就是干这个啊 为什么就干不了 确实是 这个 干不了 所以只能够说 是墨西哥人 才能够干得了 这个工作啊 中国人是干不了的 因为 为什么呢 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没有戴帽子 所以呢 那个老板说 你今天 不要干了 你还是 明天 你明天来的时候 你戴上帽子 你才去干 就 我当时觉得 我觉得奇怪啊 我戴不戴帽子 干活 也不惯老板的事啊 但第二天我发现呢 就是我带了 我正常是去外面 买了一顶 一顶帽子 一顶帽子 就晒太阳的帽子 还有这个手啊 这个长袖衣服嘛 原来呢 就是 你看一天八个小时 那个加州阳光 把你晒的 人嘛 哇 很容易晕的 我 我边干这个活的时候 我都 我都觉得已经 透不过气了 而且就有点 晕晕 就是 悠悠晃晃 像晕倒晕倒一样 所以我不停地去喝水 喝水 来什么 就是戴了帽子 穿的这个衣服啊 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因为 它特别是 到了中午的时候 这个阳光更晒的时候 啊 就是 等于是暴晒啊 把你晒的人了 整个人了 真的是 焦头晕头晕的 那好在我呢 当时呢 我还是有一种信念 我觉得 就会 我 干这个 这个工作之后 我的 到了一个信念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要体验这种 既然我要体验这种工作 我 我就要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把这个 这些工作干完 啊 就因为 因为有了这个 这个 信念在这里 而且也要体会这种 这种 这种体力活 啊 就这种 呃 隔炒啊 隔炒的活啊 所以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 呃 经历啊 所以当时我也抱这样 所以才 每一天每一天呢 去 跟他去 这个 做这个工作 啊 一直干了十来天 啊 每天呢 就是 干完 五点钟的时候呢 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呢 就是满生都是泥 跟那些 很多虫呢 啊 这个东西 我当时也 我也觉得 这个 因为我要回家的嘛 回到家里 你看 满生 万一这些 草的虫子 钉在我的衣服上 带到家里 会是什么样 所以 所以这个 当时那个车啊 那个车 啊 我是面貌车来的嘛 就是 一上去 哇 整个车都是一股泥土味道 整个车都是有点臭臭的 而且 因为我的鞋也有 也有那脏上的那个泥嘛 所以那个车都很脏 回到家里的 我要脱衣服 洗脚 看见那个衣服呢 也是 特别特别的 就是这样 就每天都要换衣服 洗 洗头发 啊 那个皮肤啊 还是很痛很痛了 这个很痛 啊 虽然我是穿了 那个长袖衣服啊 这个 啊 还要戴上个眼镜 你不戴眼镜的话 你根本就皱着围头 没办法 就是在 这么个加州 这么强烈的一个阳光底下 你干这些活 啊 你们都可以想象 啊 所以我刚才我说了那么多 那么多这个 这个干活的一个经过的时候 大家会 就是 要是你是从大陆看到我 这个 就是 这个可以 可以看到 这个 啊 这个在美国 这个体力活啊 体力活啊 是多么艰辛 那 除了这个 这个以外 那还有呢 就是厨房的打砸 也是不停的去 去干的 不停的去干 呃 你没有的你休息 因为 我也以前的跟你 大家说过 那在美国 这些资本 注意的私人老板啊 他给一个 一个小时多少钱给你 你是不能够停 不能够失业的 哪怕你真的 脚都远了 你都不能够 休息的 啊 你要是休息的话 给老板看见 或者给厨房人看见 他会说你的啊 啊 所以他要尽量 就是好比 这些工作 给了 给了你 你就要不停的跟他做 好像这个就是 不会把你的 什么 你的 人生的健康 放在 什么的 那个是不管你啊 你干不动 你可以走 但是你来到我 我请你 做这个东西 你就不能够 不能够不干 所以这一点呢 我就 我就想 就就想到了 这个 就是 啊 为什么 这些华人老板啊 为什么他们会 这样没有什么 就是 这样呢 就还是跟 这个美国的一个小时 多少钱有关系 在我们国内来说呢 是不是一小时计算 是每个月 你每个月 就是给这么多钱 给这么多钱 所以你平时呢 老板也觉得 你反正是月 一个月的 多少钱 但在美国来说呢 是按小时 哪怕是减少 那另外呢 你看这个 川普总统啊 这个 白宫那些上班一族啊 跟 就是哪怕是 川普的秘书 他们也是按小时来算的 他 他也不是说按月来说的 所以说 在西方 西方国家 他们呢 就是工作 性质 就是按小时的 礼拜 礼拜六 礼拜天 你不干活 就 没有钱 平时 平时 你要拿 那怕你是 不舒服 请假 这个 也是没钱的 反正你在 在 在这些 西方国家 你干活 就要干一个小时 多少钱 这个 你就说你吃饭的时间 也不算在 那个给钱你的 当然我们在国内就不一样了 国内是越 越新 那以往我在国内来说呢 就是 就是 也知道这个 那些发达国家呢 就是 就是 以前在国内很多 大家是朋友 都很羡慕国外的 那些发工资 他说 人家国外 就是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个礼拜就 就发薪水给你 多好啊 这多好啊 这是人家真的是很 哎呀 真的 这很羡慕国外的 这种 这种发工资的 这个制度 他实际没有干过 干过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 我觉得我们国内呢 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才 才发薪 薪水 而在美国来说呢 他是一个礼拜 有周星的嘛 有日星 有周星 有月星的嘛 一般呢 在美国来说呢 一般呢 就是 叫 比如打个比方 就是做按摩的 就是 有 有半个月一次 有一个礼拜一次 当然 一般呢 是一个 一个月 是两次 给钱你的 也是 按照 这个 这个 你干什么活 或者老板定出来的 这些规矩 他说了 一个 一个礼拜 一次 跟你结算也行 半个月 跟你结算一次 也行 一个月 两次也行 都是 比较灵活 但是无论 都是在美国 都这样 当然呢 按摩 不是算小时的 是 干 你干一个 就一个钱 干一个 就一个钱 其他的 像我们广东的 做服务 服务员来说 服务行业来说 就是一个小时 12块 13块钱 你一天 你就干八个小时 一天干八个小时 那要是 你加班的 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 这个也很少 一般老板也不让你 叫你们加班 因为他给的钱 也比较多 但是 你要是 很多华人 也不愿意加班 为什么 你加班 你钱多了 就变成了 没有低收入了 这个在美国来说 低收入是好的 就做穷人比较好 在美国这些地方 西班牙大国家 就做穷人比较好 因为你挣的钱少 那个税 就不用给那么多 另外呢 就是还有呢 就你那个低收入 低收入就是 每年 这些 你打税 就会反华 你比你一家人 生活 就还是 就是 就是贫 贫 贫 穷人嘛 这个还有一点 就是优惠 当你 达到了 那个 就是 钱多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种 照顾了 就是 所以 也很多 那些老移民呢 就是不愿意这样 不愿意 太多 除非你给现金 你要是给支票 你的话呢 那就不怎么样 所以在美国呢 就是 大概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 就是我们国内 其实有国内的人性化 在美国 就是这样 你不要说是跟老外去打工 跟老外打工 也是按小时计算给你的 你也是不能够偷懒的 不是说 跟老外做就是可以妈妈糊糊的 就不行的 还认真 更认真去干 所以两个制度 我 亲身来美国体会到这种制度 这个 什么优越性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大陆的制度 我们大陆制度的好 资本主义制度 有资本主义的好的一面 但是 真的是没有 实权实累的 好了 今天我就分享 我的一次 打 打这个减草的 工作经历 我又 我会把这些路想的 就放到这个一起 大家去看一看 谢谢大家